歐盟的聲景開始向俄羅斯採取新一輪的經濟制裁措施 制裁對象包括俄羅斯的石油和軍工企業 以及多名俄羅斯人士和烏克蘭反政府武裝成員 歐洲委員會主席范隆佩說 在9月底前對烏克蘭停火進行評估後 有可能部分修改、停止或者取消制裁 俄羅斯表示會立即對新制裁採取報復行動 但並沒有公布細節 最近俄羅斯官員威脅要禁止美國飛機飛越俄羅斯領空 這個情況將會迫使飛往東亞地區的美國飛機需要擾導 並且因此提高成本 歐盟領袖在上週末舉行的高峰會上 就新的制裁措施達成協議 但推遲了實施時間 以觀察烏克蘭政府軍和親俄分離分子之間的停火是否能夠維持 在4月中旬至今 烏克蘭政府和親俄武裝在烏克蘭東部的軍事衝突 已經造成幾千人喪生 烏克蘭和西方國家指責 俄羅斯向反叛武裝提供武器和人員 但莫斯科多次否認 拍影軍隊和武裝支持烏克蘭東部的親俄分離武裝 節奏 白濤 在 健保 航 以 及 綠 秦 Life 你有 耳 還 最